講一則消息,發生在聯合國 9月26日有一個香港青年代表非政府組織代表的身份 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8屆會議發言 主題是敦促西方國家重視民眾的生命安全 很高,不是說香港事務,而是說西方國家涉及人權的問題 吳澤傳說,新聞報道說 新冠肺炎折射出各國治理觀念的差異 遠對疫情,英國發覺美國表現很差 美國現在還在爭拗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的防控措施都很難落實 你知道民主國家當然有很多不同意見 有很多不同的代表 好了,這些事情還未完成的時候 在這個災難性,美國真的很災難性 在這個災難性的疫情面前 美國政府沒辦法團結民眾 由於疫情抗疫不力,美國大量的民眾死去 美國的政客企圖將民眾不滿 轉嫁中國,虛偽地要求病毒溯源 這種儘量是對美國民眾的福祉毫無益處 各國的政治家應該要欺負美國的反面教材 將人民生命安全、健康、放在首位 主題相當之,怎樣說呢 很有高度,不過你可能會質疑 關你香港什麼事 你是不是在干預美國內政 你在香港 在2019年 大家都記得在7月8日上去Youtube看到 有一位加拿大人 他發言這位加拿大人叫何韻詩 他介紹自己是從香港 他沒有說自己是香港人 他是從香港的加拿大人 但是他沒有詳細介紹 不過他就當時在2019年 黑暴、高峰、顏色革命的高潔 他在同一場合 都是人權理事會 就是UNHRC 他說什麼呢 他說 香港 就是不尊重民主發展 又說中國不尊重人權 呼籲人權的議會 將中國除名 就是說要聯合國組織 將中國刪除了 這番說話其實是重擊 加拿大人跟香港人說話 甚至無呼籲聯合國 要取締中國 相當之大口氣 好了 對比回 吳澤全今天 以人民生命 以疫情 以保障這個 國民健康的主題 去炮轟這個美國 這就明顯 好像張維維教授 國內一位教授 所說你習慣了 即是美國習慣了 Lecture You 經常都在教訓你中國人權 又不夠 香港破壞民主自由 但是美國的民主自由 人權 保障不了自己的民生 保障不了自己的國民生命 我現在Lecture You Back 就由我們香港的青年 吳澤全 就起這個聯合國 仗義則然 究竟意義有什麼呢 中國的駐美記者 就叫做韓鵬 他說得都相當之妙 他說在中國 經常受到美國的攻擊 說我們的人權如何租高 他說你有沒有面 美國人有沒有面 還繼續說什麼人權 例如在新疆人權方面 新疆是零暴孔 零貧困 零疫情 有什麼位置讓你進去呢 你偏租到這個病毒來源 就是在武漢實驗室 零證據 零研究 零科學依據 竟然再說 跟香港人民在一起 應該指就是 香港的國安法 取締了這些顏色革命力量 美國仗義為顏色革命執言 現在 教授你 你先搞定你自己 韓鵬又說 這些事情 我們作為新聞界的從業員 都做得差不多了 以我們一己之力 都很難再做得更加多 最多在新聞上發言 他就呼籲 香港好 中國好 這麼多人英文這麼厲害 你看回YouTube裡面 何韻詩的英文很厲害 其實 香港 中國 很多人 英文都相當之厲害 相當之流暢 好了 當然要幫幫忙 韓鵬就有一個官方機構 官方的新聞機構的記者 一己之力就不夠 希望多些 好像不責存 這麼有醒覺 懂英文的香港人 中國香港人 中國的有識之士 黑閒都化文 用英文說給美國 人民知道 其實你們自己國家很糟糕 這些不是干涉人的內徵 這是站在全球安全的高度 為什麼 你這麼不科學 你這麼盲目 其實一 對你美國疫情是有影響 第二 你在蒙蔽你美國的人民 於是 Lecture you back 相當值得之鼓掌 詳細究竟是 吳澤全是什麼背景 我暫時找不到的新聞 好了 再講一些比較爆的消息 我們來看看 全運會已經開幕 習近平主席出席了 你看到蘇炳簽 很多人很開心 因為全運會開幕 一件大事 沒有多久 立刻 在全運會開幕之後 習近平馬不停提 出席解放軍陝西所屬的基地視察 大家留意 大家留意習近平的說話 當然他全部說話 我們不知道他說什麼 因為全新聞稿只看到重點 這是新華社的稿件顯示 習近平在陝西所屬的基地巡視的時候 肯有提到太空建設 這個是軍事基地 講軍事建設 講太空軍 就是天軍 講什麼呢 這個說話 很留意大家聽清楚 習近平再次要求解放軍聚焦備戰打仗 聽到了 全面提升履行使命任務能力 建設世界一流軍隊 建設航天強國 習近平有一個比較仔細的指示 基地要適應航天發射密度 就是說 未來會有很多航天的計劃 會進行 提高實際的要求 優化組織 加強創新等等細緻的工作 他提到太空資產是國家的戰略資產 要做好他 要保護好他 要全面加強防護力量建設 提高這個熔災備份 就是其實衛星可以做來救災的 抗衛生存有什麼事的時候 這個太空軍是一個很重要的戰略手段 和確保太空系統 有序運行 開展這個太空安全合作 大家很奇怪 在台灣的新聞報道說 外界指習近平視察很可能是西安衛星測控中心 他們解放軍內部稱是第26訓練基地 隸屬於木3750部隊 這些很仔細 不過不重要 對於我們黎民來說 是隸屬新成立的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 是中國航天測控網的衝鎖管控中心 負負責航天氣 即是太空船 火箭 發射和追蹤監測 大家 估計這個所謂太空軍究竟 有什麼戰略任務 大家知道這些軍事機密 大家都是靠鼓 台灣媒體都靠鼓 他說這個部隊可能是擔負了電子對抗 網絡攻防和太空戰 太空戰的話 很簡單的概念 太空戰有很多叫做殺手衛星 打仗上來的時候會摧毀你的衛星 搞到你耳又龍眼又盲 未來打仗 我會講很詳細告訴大家 核子動力 潛艇除了是一個戰略性的武器之外 太空軍 即是起上高的衛星 和我們的火箭發射 相當重要 不過說回來 不要嫌我沉氣 說到打仗 其實是有什麼微言大意 還要起真華社的官方稿件有顯示 要聚焦準備打仗 當然軍隊就要來打仗 隨時都要準備 不過在現在的形勢 印太地區美國不斷加碼 幸好習拜會沒有談到 在下個月的意大利G27公會 我們會見面 這次真的不需要見面 咬完手掛先 所以大家要看得清楚現在的形勢 在國際關係緊張的同時 中國是很有趣 治理國內的問題 從國內打外賠機構 回網企業的無罪擴張 去到澳門要轉型 要打擊賭業霸權 跟著盧美堂社長說 香港地產霸權 既得利益 這部分都應該是開始了 不要覺得這件事是虛張聲勢 現在可能是備戰狀態 中美本來很多人預期 由2020 終須一戰 但是不表示一定是 2020開始 2021、2022 甚至未來幾年 隨時有機會發生 這是一個大時代 大家都應該很清楚 好了 分析到這裡 到這兒